我叫何琛,当毕业,就和女朋友徐子钦进了同一家投资公司实习,只是徐子钦不知道的是,万胜投资是我爸众多资产下的一家子公司,就连万胜这名字都是我取得,那年我读高三,吃饭的间隙,我爸突然问我,小琛,你觉得做投资什么最重要? 我啃着鸡腿,随口敷衍他,做投资嘛,当然是赚钱最重要,你新公司,不如就叫万胜,无论发生什么事,最后都是你胜利,我爸觉得有道理,赏了我二十万零花钱后,就让秘书注册了万胜投资公司的商标。 没想到我跟这家公司还挺有缘分,刚毕业就来万胜做实习生,进入公司的第一天,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现象,部门同事们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,但办公室内却哈欠连天,有几名年轻同事居然还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在工作,看到他们精神萎靡的样子,我总觉得有种步入地狱的错觉。 我们投资部经理名叫吕晨,是一个三十来岁就大度便便的油腻男人,他西装革履,竖着赠名瓦亮的油头,汛起化来中气十足,毫无人性,我不知道你们走了什么,狗屎运能够进入万胜。 但是不要认为进了万胜就一定能够留下,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你们的实习期,也是公司考察你们是不是废物的阶段。 万胜从不养闲人,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斗志都给我激发出来。 在咱们公司,女人当男人使,男人当畜生用,都听明白了吗? 吕晨气势咄咄逼人,加上嗓门又高,他这一声断鹤,吓得我们同期进来的几个胆小的姑娘,一个哆嗦。 几名自带狗腿子天性的人,赶忙跟着表忠心,听明白了。 呵,搞什么,狼性文化嘛,刚来就给我们,扑儿,最主要的是,居然还有人回应,觉得这是很正常,真是一群疯子。 我认为这种工作方式很不正常,也就没有跟着应答,没想到,吕晨居然大不留心走到我跟前,怒目盯着我质问,你怎么不说话? 说什么,老子不认同你的观点也不行,他见我不说话,就伸手拿起我公牌看了一眼,眼神中带着几分蔑视,合称,很好,我记住你了。 其他人也都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我,徐子清就站在我旁边,我用眼角余光,看到他脸上带着几分焦急。 趁着培训的空档,徐子清赶忙给我发信息,合称,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,这里不是学校。 你在这么任性,迟早会吃大亏的,我觉得好笑,随口回他,能吃什么大亏,我又没说什么。 你不懂,职场上面处处险恶。 徐子清自立行间都带着一丝训斥的口吻,我还打听到,咱们顶头上司吕晨的父亲是万胜的总裁,你得罪了他,肯定没好果子吃。 我只是在吕晨训话的时候没回答他,公司内就开始有人传言说我年轻不懂事,刚进公司得罪了领导,培训结束后,我和徐子清都被分配到了投资部,在吕晨手下工作。 上班的第一天,我的顶头上司吕晨就抱着一大堆文件丢给我,新来的。 他语气趾高气扬,像是高高在上的土皇帝,对我发号施令,你刚来什么都不懂,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。 把这些资料全部统计出来,记得完成工作后再下班。 我望着办公桌上堆成小山丘的文件,快速翻阅了一下,全是统计数据之类的琐碎东西,让我临下班前整理出来,这不是明摆着在整我吗? 刚进入公司,我就遭到领导报复,我咬咬牙忍了,很快进入工作状态。 这种琐碎的统计表格的工作,我大一实习的时候就经常淡,不差多干这一次,临近下班,徐子清见我还没忙完,就好心地过来帮我。 他一边埋头整理资料,一边摆出长者姿态,对我尊尊教诲,和称,现在咱们毕业了,要学会成熟起来。 你得罪了吕晨,现在她开始报复你了吧? 我反驳徐子清道,我没得罪她,是这家伙小肚鸡肠。 你怎么还像的孩子? 徐子清有些生气,咬牙帮我整理完文件,就直接对我发号施令,我听说按照公司惯例,有新人入职公司,就会举办迎新会,等会你找机会向吕晨敬杯酒, 陪个不是,听见了吗? 向他敬酒,这小子也配。 可是我不答应,免不了又要被徐子清一顿数落,就只能含糊其词地回他,好吧,等到了酒桌上再说。 怕怕,旅程从办公室走出来,拍了拍巴掌,今天公司举办迎新会,忙完手头工作地一起去,没忙完地留下继续加班。 旅程说这话时,还故意朝我这边瞄了一眼,显然在他的认知中,交给我那么多工作,今天我是不可能完成的,我无视掉旅程挑衅的目光,倒是觉得徐子清消息还真是灵通,公司果然要举办迎新会。 不过旅程这小子,中午丢给我那么多文件,这不是明显不想让我参加迎新会吗? 公司内正在忙碌的其他同事们停掉手头工作,纷纷起身向外走,而若不是徐子清来帮我,我根本完不成这么多工作,自己明显被针对了。 旅程鼻孔朝天,迈着嚣张步伐走到我面前,冷嘲热讽道,靠女人才能完成工作,你吃软饭的吗? 真是废物! 这小子居然敢骂我是废物,我哪能咽下这口气,起身就要揍他,徐子清见我要动手,紧张得赶紧死死地按住我肩膀,用眼神告诉我,小不忍则乱大谋,呵! 旅程冷笑一声,转身招呼同事们离开。 何称你怎么回事,咱们是出来工作的,不是耍小性子的。 徐子清冲着我发脾气,万胜投资可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投资公司,别人想尽还进不来呢? 你别因为耍小性子就毁了自己前程。 可是那家伙骂我。 我恨得牙痒痒,徐子清发火道,他骂你两句又怎么了? 身为公司领导,他当然有教训手下的权利。 呵呵,我忍不住在心中冷笑,没想到刚来公司,徐子清整个人都变了,在学校的时候,他高高在上,被众多追求者称为冷傲女神。 可是刚进入职场,徐子清那骨子高冷饭就瞬间烟消云散,变成了领导面前的温顺小猫,让我觉得恶心。 我和徐子清的恋爱并不被我爸妈看好,不过我都习惯了,因为我谈的每一段恋情都不被他们接受。 临近毕业实习的时候,我爸还特意劝我去他公司实习。 小琛,你来爸爸公司帮忙,总好过去其他公司。 去你公司? 连吃饭你都要管我,我才不去。 我倔强地一口回绝他,我要陪徐子清去实习,在外面磨练,总好过在家里。 我妈见我不答应,就好言劝我。 小琛,你不要任性听你爸的安排。 现在职场上内卷严重,公司对待新人特别严苛,没有家人照顾你,肯定会被欺负。 我反驳道,那我更要陪着徐子清去实习了,要不然他被同事或者领导欺负了怎么办? 我爸妈扭不过我,只好默许,在我毕业后,我爸还放出狠话,别看他现在说得信誓旦旦, 我敢保证小琛在新公司过不了实习期,就会主动提出辞职。 瞧不起谁呢? 像我这种在家族公司磨练过的人,怎么可能会在新公司过不了实习期? 我爸的话激起了我的斗志,我一定要干出个人样来让他悄悄。 谁知道我刚来万圣投资,就被我爸说中了。 晚上,按照公司规定,要举办迎新会,我和徐子清搭车来到旅程挑选的中档餐厅, 同事们已经陆续赶到,待众人落座后,旅程安排同事们都倒满酒, 他端起酒杯,打着官腔开始训话,这次有新同事加入,让我很不高兴。 听到这话,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全部都投向了我,这么整齐华一地针对我吗? 老子不接受旅程的扑位也有错,徐子清更是紧张地手心都出了汗, 他不断地催促我道,和称,等下你一定要向旅经理敬酒陪不试,要不然以后有你受气的。 我又没错,为什么要向他敬酒陪不试? 我根本不答应,明明是旅程故意找茬,错的居然是我,真是太可笑了。 待吕陈迅玩话,徐子清见说不动我,就直接站起身,举着酒杯,代替我向吕陈道歉。 吕经理,我是何臣女朋友,我替他向您道歉,他刚刚步入社会,进入职场不懂规矩,希望您见谅。 徐子清端着满满一小杯酒,直接一饮而尽,这可是五十度的烈酒,不胜酒力的人喝一口,就会烂醉如泥。 好在徐子清家里是开酒厂的,要比一般女生能喝。 即便是这样,我也没想到徐子清会主动站起来替我道歉,反倒是把我搞得有些猛,同事们也全都看懵了。 我甚至觉得,在他们眼中,我此刻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,只有吕陈脸上挂着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。 他对徐子清竖起大拇指,称赞道,好酒量,这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狼性人才。 一个月后我让你第一个转正,一个月后转正。 这话对徐子清很是受用,没想到一杯酒就保住了工作,他放下酒杯就赶紧催促我,何臣你还愣着干嘛,赶紧向经理道歉。 我极不情愿地端起酒杯,还不等说话,吕陈就率先开口道,刚才徐子清那一杯酒,是他为自己喝的。 你如果想要转正,就和在座各位美人喝一杯。 每人喝一杯?我们部门有三十多人,像这种一杯装得下二两的杯子,我连着喝三十杯,那就是六斤白酒,这不是要我命吗? 吕陈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我,每人喝一杯,我看你这就是故意针对我。 我怒声回对他,我是来工作的,不是陪你喝酒的,公司规定员工没有陪酒的义务。 吕陈拍案而起,振战的杯子碗碟哗啦啦作响,他站起来指着我鼻子吼道,你居然还敢拿公司规定来压我? 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上司? 在咱们部门,我吕陈说了算,真把自己当土皇帝了,不就是依仗着自己老爹是公司总裁,你吕陈不好惹,我和琛也不是省油的灯,看到吕陈发火,以及我的任性,许子亲戚的跺脚,和琛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? 吕经理是我们领导,你居然跟领导发火,你还想不想转正了? 转正,呵呵,像这种领导老子不稀罕伺候,我拉着许子亲,转身就走,来到餐厅外面,许子亲气得咬牙切齿,冲着我吼起来,和琛你让我太失望了,我早就跟你说过,我爸妈希望我的男朋友有一个体面的工作,为人做事,成熟稳重。 我不要求你八面玲珑,但至少要稳重大气,现在我们都进入了万圣实习,这是多好的机会,像这种大公司,别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? 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珍惜? 吕经理只是让你喝酒而已,又不会要了你的命,你急什么? 以后你在公司还怎么待? 我看你现在连转正的机会都没了,我简直被许子亲的逻辑笑到了,喝六斤烈度白酒,这和要了我的命又有什么区别,我极力地辩驳它,这也能怪我。 刚才你也看到了,是吕晨逼着让我喝酒,而且我们部门三十多个人,每人喝一杯,岂不是要把我喝死? 很明显就是吕晨在故意针对我,难道你看不出来? 许子亲笑容中带着浓浓的嘲讽,那又怎么样? 他又没说一定要让你给每人都喝一杯,和称你太幼稚了。 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,我简直被许子亲气乐了,我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,难不成迎合吕晨的狼性文化,就是成熟。 你也太天真了,他就没把我们当人看,和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职场,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世界。 许子亲一把推开我抓着他的手,恶狠狠地瞪着我,要走你自己走,今天是迎新会,我不想因为你的事得罪领导。 许子亲言语冰冷,硬生生把我推开,我们在一起两年,让我第一次对他产生了疏离感。 他说完,转身就回了餐厅,继续陪同事们吃饭,我愣在原地,进退两难。 再怎么说,许子亲也是我女朋友,现在他进去陪同事们吃饭,我到底进不进去? 现在我看到吕晨大张脸,就觉得恶心,犹豫在三下,我还是选择等在外面,一直到聚会结束,我才拖着不省人事的许子亲,搭车回家。 他身上满是酒气,喝得烂醉如泥,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指责我,何称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我没想到,你居然这么不成熟,向领导道个歉怎么了?哪怕不是你的错,又能怎么样? 你又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,我把他放在床上,脱了鞋,用热毛巾给他擦了脸和手,倒了一杯水后,放在床头柜上,就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。 毕业后,许子亲就像是变了一个人,在他眼中所谓的成熟,就是对领导的阿谀奉承。 第二天早上,我买了早餐,许子亲没什么胃口,冷着脸换好衣服,直接搭车回了公司,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 我坐车来到公司,刚进门就见旅程安排秘书,又给我送了一大堆文件。 他生气凌人地站在我面前,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 何称,昨天那些工作是许子亲帮你完成的吧,今天谁都别想帮你,你要学会自己独立完成工作。 我转目看了眼其他同事,他们全都低着头,在忙自己的事,像是完全没看到旅程在刁难我一样,许子亲也没搭理我,我很清楚,现在许子亲对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。 何称,昨天你还想用公司制度要挟我,你胆量可是真够肥的。 旅程笑容阴冷,指了指门外,我现在命令你,下楼给每一位同事都买一杯咖啡。 旅程这招真的阴险毒辣,他自己欺负我还不够,居然还想着拉全部门同事一起下水,对不起,公司没有这项规定。 我不卑不亢,语气坚定,果断拒绝旅程,呵呵。 旅程得意狂笑,他眼神中带着蔑视的神色。 何称,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了,在你的实习报告上面写上你不服从管束,顶撞上似这句话。 旅程真是疯了,这已经不是故意刁难我,而是赤裸裸地威胁,明目张胆地欺负。 我气得双拳紧握,怒目盯着旅程,想要把他按在地上。 打成猪头,为了刺激我,旅程还故意提起徐子钦,何称,同样是一个学校出来的,徐子钦就比你听话多了,他还是你女朋友对吧? 昨天徐子钦表现不错,喝了两瓶白酒,年轻人就要学会当狗,领导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,这是对你的一种磨练,懂不懂啊,白痴。 公司同事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,一个个表情木讷,像是早就对旅程的冷嘲热讽,细以为常,可是我忍不了,我想要把他按在地上抱走一顿。 不行,绝对不行,我最终还是忍住了。 实习前,我就跟我爸妈保证过,我一定会完美度过实习期,所以我坚决不能发火,不过我又想给我爸打电话,让他瞧瞧万胜投资成了什么样子。 在旅程的管理下,整个公司都变得乌烟瘴气,员工变成了冷冰冰的工作机器。 更可气的是,旅程居然明目张胆地在公司内辱骂公司员工。 以前我爸还总是在公司内部提出人性化管理的概念,现在想想,真是讽刺。 对不起,旅经理,你当然有指使我去买咖啡的权利,只可惜我没有配合你的义务。 听到我的拒绝,旅程气得火冒三丈,我根本懒得搭理他,放下背包,静止坐下开始工作,不就是故意刁难我,想让我多加班吗? 老子就先任你一个月。 旅程气得一脚踢翻我旁边的垃圾桶,碎纸屑洒了一滴,呵呵,就只是踢翻垃圾桶了,有能耐你动我一根手指试试。 托旅程的福,整个上午我都忙得晕头转向,这个该死的家伙,居然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,老子连吃饭时间都是挤出来的,合称。 餐厅内,徐子清坐在我对面,用一种陌生的口吻指责我道,看来我给你说的话,你一点都没听进去。 什么话?你没看出来是旅程在故意刁难我?我皱眉盯着徐子清,觉得这姑娘脑子彻底被洗脑了。 难不成你看不出来咱们的工作氛围很畸形吗?徐子清对我冷嘲热讽道,刁难你又怎么了? 能够来万圣这种大公司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,现在你只要去给吕经理道个歉,就能留下来继续工作。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,你怎么就死脑筋转不开这个味儿? 我死脑筋,呵呵,真是可笑,徐子清。 我咬牙道,这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,难道对你就这么重要?连尊严都可以不要了吗? 徐子清击笑道,尊严值几个钱,你知不知道万圣投资背后是国际性大公司,咱们现在的实习机会是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要进来的? 别说尊严,就外面那些人,如果告诉他们可以进入万圣投资工作,他们连底线都不要了,你信不信? 为了一个被领导破坏的工作,连底线都没了,那这样的公司不就是人间炼鱼吗? 我现在终于明白,为什么整个公司内都充斥着压抑的气氛,所有人都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,只顾得埋头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, 甚至连同事被领导欺负后,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归根结底, 是他们怕失去这个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工作,和称,这是我最后一次劝你。 想要留在万圣投资,就去跟吕臣道歉。 像是供着皇上一样供着他,吕臣一定会给你转正机会的,真是太可笑了。 我没想到这样的话,居然会从曾经的冷傲女神徐子清口中说出来,和称去跟吕臣道歉吧。 留在万圣投资,这是一个光线而又体面的工作。 我爸妈一定会满意的,就算是为了咱们的未来,你现在低低头又能怎么样? 为了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,就要委屈求全,做一个任人欺负的狗。 世界上那么多大公司,难不成离开万圣投资就没有出路了吗? 许子清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。 还有,我们的爱情就不能抛去父母的说三道四,变得纯粹一点。 毕业前,我还信誓旦旦地向我爸妈保证,许子清支书打理,与别的女孩子不一样。 她不阿余奉承,不攀附侯门,没想到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许子清盯着我,笑容变得越发自信,何称,你也知道,我家虽然在四县城市,但家里是开酒厂的,一年营业额也有几千万。 几千万你知道吗?纯利润在三四百万,我们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裕家庭。 只要你愿意,我们在大公司度完金,等个十几年回去就能接手我爸妈公司。 可是,你再看看现在的你,哪有一点男人应有的样子? 你这样我爸妈以后,哪还敢把酒厂交给我打理,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 我可算是听明白了,许子清拿我当工具人,和我在一起,就是为了让他回去接手他爸妈的公司,那我算什么? 就像吕晨说的一样,我是个软饭男嘛,我谢谢你,您可真瞧得起我,许子清握住我的手,继续劝我。 何称,听我的,你去找吕晨道歉,我们一起留在万圣度金,然后回去接手我爸妈公司。 我没有表态,继续低头吃饭,下午,我忙到五点半,仍有一大堆文件没有录入电脑,旅程站在办公室门口,趾高气扬地扯着嗓子,冲着办公区所有同事喊道,没做完工作的,全部留下来加班,什么时候干完了,什么时候走。 办公室内,所有同事都沉默不语,旅程心满意足点点头,拿起电话,肥硕的脸上洋溢起淫荡的笑容。 宝贝,你放心,我这就过去找你,今晚让你好好爽爽。 什么? 加班,我是领导,加什么班,让那些白痴加班去吧,累死他们,这群窝囊废。 听听,这是一个正常领导该说的话吗,现在是下午五点半,旅程按时下班。 其他同事们全都在挑灯夜站,不眠不休,像个没得感情的机器,我忙到晚上八点,手头上还有几份文件没做完,就用手机拍了照,拿回家继续做统计表格,不为别的,我就想证明老子不吃软饭。 在路上吃过饭后,我回到家忙到夜里十点,才终于做完所有工作,终于做完了。 我起身身了个懒腰,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,徐子清还没回来,可能在公司加班,我给他发信息,他没回我,真是个工作狂。 下班的时候我就让徐子清跟我回家,他头也不抬的,对我摆摆手。 让我别去烦他,第二天早上,徐子清没在家,桌上留了一张纸条,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 这是什么意思,跟我冷战吗?你徐子清是个工作狂我不拦着,但我也没闲着,难不成我们的感情,还能被吕晨这个外人影响,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 中午回到公司,我刚坐下旅程,盛气凌人的找到我,谁让你把公司文件拍完照后带回家的,不知道公司有规定吗? 呵,反江义军,在这等着我呢,我丝毫不嫌胆怯,怒声会对他,公司规定,绝密文件不可以带回家。 这些只是普通文件,所以我不存在泄密行为,谢谢。 你 吕晨被我噎得没话说,气得肥脸通红,招手让秘书送来几份水产分析报告,这是最近几年,咱们公司投资水产行业的分析报告,我让你下班前把它们分析并且统计出来,做不到就给我直接滚蛋。 吕晨把报告拍在我桌面上,没想到这小子直接让我做行业分析,这是拥有五年以上投资经验的分析师的工作。 我一个实习生,拿懂这些,不过好在大一时,我在老爸公司实习,干过这种活,现在勉强能够胜任,我打开文件,快速阅览一遍。 迅速做出分析,从中午九点,一直忙到下午五点才终于做完,打印后交给吕晨,我做好了,该下班了。 说完,我不给吕晨反驳机会,转身就走,没成想吕晨看都没看我的分析报告,直接呵斥我道,站住,分析的什么狗屁玩意儿,给我拿回去重做,今天做不完,别想下班。 办公室内,灯火通明,同事们都在忙着工作,每一个人下班,内卷严重,我没这么勤奋,卷不动,在毕业前,我就经常跟同学们说,老子是洗衣机里的一卷纸。 把我卷烂了,谁都别想着好过。 没想到我这么倒霉,实习的公司一堆卷王,更倒霉的是,我竟然还遇上了一个傻逼领导,听到吕晨这话,我不急不躁,双眸中平静无波,因为我早有准备,直接面无表情地回对他。 吕总,请问哪里有问题,麻烦你指出来。 吕晨冷笑道,说你是白痴,你还真是个白痴。 你投资总结写得像是狗屎一样,还用我指出来吗?全片都是垃圾,拿回去赶紧重做。 抱歉,我才不惯着它,你让我一个实习生,去做需要拥有五年经验的分析师经验,才能做出来的工作,我做得不好很正常。 没有师傅带,全靠我自己,能够做成这样,已经很了不起了,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,那好,拜拜,咱们明天见。 我潇洒地转身离开公司,就听身后再次传来垃圾桶被踢飞的声音,以及吕晨暴跳如雷的怒骂声,这小子已经惹怒我了,迟早我要救助他,狠揍一顿。 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,我眼角余光扫到徐子清,她还在埋头工作,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吕晨的吵闹,我觉得有些悲哀,毕业前多么活泼的一个姑娘,居然在毕业后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作机器。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,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我在公司内的生活一片太平,吕晨也只是偶然才回来找我麻烦,可能是这位吕大公子找到了别的爱好,不再折磨我这个新人。 同事们对这件事也是说三道四,他们虽然孤立我,但是背地里还是会忍不住吐槽吕晨,咱们这个吕大公子觉得有他霸诏着。 在公司没人敢惹他,都快变成了公司的土皇帝,我看他多少是有些心里变态了,最近不知道又迷上了什么,连公司都很少来,赶紧干活吧,争取今天正常点下班。 听到这些人的吐槽,我心里也明白了个大概,更加确定吕晨这家伙就是个变态。 我下意识看向徐子清的工位,发现他最近在公司的时间越来越少,可能是跟着老员工去做市场调查了吧。 像我们这些搞投资的,必须要做好市场调查,不然一笔资金投出去,鸡飞蛋打可就彻底完了,晚上回到家。 徐子清也是倒投就税,很少跟我交流,不知不觉一个月即将过去,我已经不奢望能够在万胜投资转正,只要能够平安度过一个月,我跟爸妈的赌约就算是赢了。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接下来发生的是,让我忍无可忍,最终动手打了吕晨,这天晚上,我忙完手头所有工作,整理好文件,已经是晚上八点半,我拿着文件去找吕晨,准备交接完回家睡觉。 他办公室在走廊尽头,墙壁是磨砂玻璃,我透过门缝,看到里面没人,就直接推门进去,放下文件转身要走,却听见洗手间内隐约传来男女急促的喘息声,这声音很容易让人浮想连篇,我下意识靠近过去,那喘息声越来越清晰,臭婊子,你有没有这样让和琛那小子操过? 老,老公你说啥呢?我冰清玉洁,只有在老公你面前才会这样,我根本没让和琛那家伙碰过我。 呵,臭婊子,你以为我会信,哪个男人不好色,和琛天天面对你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,他能忍得住? 真,真的啦,我在他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女神,冰清玉洁,不可亵渎。 哈哈,那小子真没福气,跟你谈了两年,居然没有享用你这么一个有物。 既然和琛没这个福气,就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。 好,好啊,老公,用,用力。 你们实习期马上就要到了,我想到了一个开除和琛的好主意。 神,什么?听到这些浪荡对话,我脑袋嗡的一声,犹如晴天一个炸雷,全身剧烈颤抖,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冲进去暴揍旅程的冲动,因为在我看来,为了一个婊子动手完全不值得。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外表高冷清纯的徐子钦居然会为了一个工作,成为吕晨胯下的玩物。 这女人已经彻底疯了,我掏出手机,从门缝中塞进去,偷偷拍下了这一幕。 这将会成为惩治这对狗男女的有利罪证。 洗手间内,吕晨告诉徐子钦,明天公司内会空降一名女领导, 我会想办法设计让何琛去骚扰她,然后以非离女领导的罪名把何琛开除, 搞不好那女领导还会把她送进去,哈哈。 听到这个恶毒计谋,我悲愤交加,丢下文件后就离开公司,回到住处,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这一夜,我辗转反侧, 没想到我一直深爱的徐子钦,居然会堕落成这个样子, 第二天早上,徐子钦心情似乎很好, 她梳洗打扮后,从卧室内出来,穿着一身名牌, 我们都是刚实习,还没发工资,家里给的生活费有限, 徐子钦哪来的钱买这些名牌衣服,答案不言而喻。 你没做早餐?徐子钦面色不善地质问我, 呵呵,我在心中冷笑,还想吃早餐, 这女人真不要脸,吃屎去吧。 从今以后,老子不惯着你,想吃路上自己买去。 我拿起背包,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人, 在我关上房门的间隙,就听房间内传来徐子钦的咒骂声, 废物。 工作上讨不到领导欢心也就罢了, 连家庭主夫也干不成,老娘要你有什么用? 居然骂我是家庭主夫哦。 这个臭婊子,等过了实习期, 事情摊牌那一天,看你还有什么脸面骂我。 回到公司,开过陈会后, 果然有一位女领导,空降下来, 担任万圣投资副总, 吕臣笑容谄媚, 阿谀奉承的样子, 与清宫戏中的奴才如出一辙, 她咧着嘴,黑笑着向大家介绍, 大家手头上的工作都停一停,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新来的领导白欣然。 白欣然,我心说该不会这样巧吧, 欣然妹妹居然留学回来了。 我忍不住好奇心, 侧着脑袋向走廊尽头看去, 果然看到一名穿着职业装, 留着大波浪, 颜值吊打一线明星的女人, 这不是白欣然还能是谁。 我和白欣然从小玩到大, 她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哥哥, 四年前被爸妈送去国外留学, 没想到一别四年, 现在变得越来越有成熟女人的味道。 大家好, 我叫白欣然,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, 大家不必拘解。 白欣然简单做过自我介绍后, 就在旅程陪同下去了副总办公室, 在路过我公位的时候, 白欣然还故意停顿, 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, 白欣然居然空降到万胜投资做副总, 这时下来实习还是赌金, 我心说不应该啊, 以白家的实力, 随随便便就能给白欣然安排一个集团老总。 他特意跑来万胜做什么, 一上午时间我都心不在焉, 同事们窃窃私语, 我不断听到夸赞白欣然漂亮的声音, 没想到咱们万胜还能迎接到这么漂亮的一位女领导, 大家以后可保眼福了。 白总言之, 可以吊打咱们公司所有女同事, 这才是真正的女王。 哈哈, 你这样说, 就不怕女同事们撕烂你的嘴, 怕什么, 实话实说嘛。 中午吃饭的时候, 吕臣像个奴才, 一直在白欣然周围安前马后伺候着, 看得徐子清咬牙切齿, 怒母元争。 最后他气不过, 跑来找我, 想让我继续做他的舔狗, 合衬。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, 再这样冷战下去, 我怕咱们感情会越来越淡, 怎么, 想复合, 做梦呢, 真拿我当赵之急来, 挥之急去的舔狗了, 老子不伺候你这个婊子, 没什么可谈的。 我端着餐盘潇洒转身, 没有半点犹豫, 我能想象到, 徐子清那尴尬而又懊恼的脸上, 表情会有多么精彩, 下午茶时间, 吕臣突然找到我, 哒哒, 吕臣趾高气昂地敲了敲我的办公桌, 一指气势地命令我道, 你去给新来的副总倒杯咖啡送进去。 现在, 我猝眉盯着吕臣, 觉得奇怪, 今天吕臣见到白欣然, 就像是癞蛤蟆见到了白天鹅, 抓住一丁点机会, 就恨不能贴上去献殷勤, 送咖啡这么好的搭讪机会, 他能让我去, 联想到昨天在洗漱间我听到的一幕, 就觉得吕臣肯定没变好屁, 他一定是想要借机陷害我, 对啊, 就是现在, 怎么? 我还命令不动你, 老子是你上司, 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。 吕臣冲我吼道, 认清自己身份, 在你踏见万圣投资的那一刻起, 你就是万圣的一条狗, 欲让其灭亡, 必先让其疯狂。 我现在已经懒得搭理这个疯子, 静止起身去休息室倒了一杯咖啡, 送去副总办公室, 我敲了敲门, 里面没人回应, 吕臣在后面呵斥我, 直接进去就行, 敲什么敲。 我假装犹豫再三, 这才推开了白欣然办公室的门, 副总办公室装修简约大气,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, 明亮的落地窗后面的办公椅上, 居然空无一人, 咦, 怎么回事? 吕臣不是想要借机陷害我吗? 好歹在办公室留个人, 要不然我放下咖啡直接走人, 他还怎么陷害我? 正当我疑惑是, 却听身后不远处的换衣室内, 传来白欣然的惊喜声, 小沉歌。 我猛然转身看去, 就见白欣然身上裹着浴巾, 手里拿着扫把, 摆出一副攻击的姿势, 但美颜的脸蛋上, 却挂着甜蜜的微笑, 看到这一幕, 我算是明白了, 原来吕臣知道白欣然要洗漱, 所以安排我进来送咖啡, 被白欣然误认为是耍流氓, 然后把我送进去,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, 可惜让他失望了, 吕臣再怎么算计, 也不会想到我和白欣然会认识, 小沉歌, 没想到你真来万胜投资了, 嘻嘻, 我就知道会在这里见到你。 白欣然嬉笑着朝我扑过来, 一下子把我抱在怀里, 腻腻歪歪的, 像是久别重逢的情侣。 我推开他, 忍不住问道, 你怎么在办公室洗漱? 嗨, 别提了, 我这不是刚从国外回来, 就听和阿姨说, 你在万圣实习, 我就央求和伯伯, 给我安排了个副总的位置, 连夜赶了过来, 坐了半夜高铁, 一下车我就赶来公司见你, 一身疲惫, 所以才在这里洗漱的。 白欣然撅着嘴, 埋怨我道, 都怪你, 还不是因为我太想见到你了, 要不然, 我怎么也要在酒店收拾一下再来公司。 好吧, 我怂怂间, 这妹子从小就这样, 天天围绕着我转悠, 赶紧去洗漱, 马上就要下班了, 我带你去吃饭。 我宠溺地揉了揉白欣然脑袋, 她到十美反抗, 转身要走, 却听门外传来吕晨的问话声, 白总, 咖啡给你送去了吗? 白欣然不耐烦地回道, 送来了。 吕晨谗媚道, 你还有什么需要, 尽管告诉我, 我二十四小时随脚随到。 白欣然直接回队, 滚。 吕晨点头哈腰道, 好嘞, 你先去洗漱, 我抓紧时间忙完手头工作, 咱们一起下班。 我跟白欣然打过招呼。 转身离开, 好嘞小春哥都听你的。 白欣然笑嘻嘻地, 迈着小碎步跑去洗漱间, 我开门走出办公室, 就见吕晨满脸疑惑地盯着我, 你怎么出来了? 我没好气地回对她, 送完咖啡不出来做什么? 我的工作你替我做吗? 吕晨嚣张跋扈地呵斥我道, 合称你不要太嚣张, 马上实习期结束, 我会让你的实习报告变成你的罪状书。 看以后哪家公司敢要你。 真可怜, 你也就这点能耐了吧, 我对吕晨的猖狂不屑一顾, 转身离开。 回到公卫上埋头苦干, 时间过得很快, 一下午的时间我都在忙碌中度过, 临近下班, 白信然偷偷摸摸给我发信息, 说在楼下等我, 对于她这种想要搞办公室地下恋情的行为,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刚才在办公室她就告诉我, 为了配合我实习, 她会假装不认识我, 我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在文件夹内, 交给主管, 收拾好办公桌准备离开, 合谈。 吕晨熬的一嗓子吼了出来, 像是被踩了尾巴的野狗, 我不耐烦地问她, 大呼小叫的, 你干什么? 我没龙。 干什么? 吕晨身上带着杀器冲到我跟前, 直接把我刚整理的文件丢在我身上, 拿回去重做, 还干什么? 老子命令, 你还需要问为什么吗? 你就是公司养的一条狗。 老子想怎么使欢, 怎么使欢, 今晚不加班到十二点不准离开, 这小子欺人太甚,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, 我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他, 谁知旅程气焰更胜, 抓住我衣服, 向前猛然一拽, 挥起拳头, 就朝我门面打来, 动手是吧? 我们和家人从小习武, 家风良好, 从来不仗势欺人, 但是若有人想要跟我们动手, 我们和家人也不会惯着。 就在旅程拳头即将接触到我鼻子的刹那间, 我猛然侧身躲了过去, 顺势抓住旅程衣服向下一按, 随后就是提膝朝他腹部狠狠地撞了过去。 旅程躲闪不及, 被我膝盖撞了个结实, 瞬间腹部一股翻江倒海的疼痛席卷他全身, 疼得他面色惨白, 躺在地上抽搐和称, 你个软饭男, 绿帽男, 居然敢打老子, 信不信我把你送进去, 让你下半辈子都蹲在耗子里出不来, 还敢威胁我是吧, 真把我当成软柿子捏了。 我蹲下身, 仰起胳膊朝着吕尘肥瘦的大脸上啪啪, 就是几巴掌, 扇得他眼貌金星, 鼻青脸肿, 嘴角流淌出血丝, 吕尘发出杀猪般的嚎叫, 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, 被我打成这样还不求饶。 反倒是还在趾高气扬地命令其他同事, 你们这群废物就知道干看着吗, 和称动手打我, 你们看不到。 还有你们几个新来的, 谁把和称打一顿, 我就让他转正, 立马转正。 同事们面面向去, 谁都没站出来帮吕尘, 可见大家对他平日里的嚣张跋扈有多么的痛恨, 还想着使用你这点可怜的权力威胁大家是吧, 真把自己当成万圣的太子爷了,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这颗猪头的样子。 我连着踹了吕尘几脚, 把最近一个月憋在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了出来, 吕尘被我打得哇哇乱叫, 拿出手机打给他爹, 并且扬言威胁我, 和称你别走,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 你难道不知道我老子是万圣投资的总裁吗, 等会我就让你跪下来求我。 呵呵, 我笑容中带着几分不屑, 打电话找外援是吧, 真以为老子怕你什么狗屁总裁父亲, 老子打个电话让你爹连滚带爬的把你拎回家掉在房梁上打。 好好好, 希望等会你还能这么嚣张。 吕尘电话很快拨通, 爸, 我在公司被一个实习生打了, 你快点来啊, 多带点人, 把他腿打折, 再送进去管他半辈子。 我也不急不躁地拿起电话, 打给我爸, 爸, 你怎么管理的手底下这些人。 一个个在分公司耀武扬威, 嚣张跋扈, 把员工压榨的都快成没灵魂的赚钱机器了, 听筒内传来我爸的质问声, 还有这种事? 我快语回道, 何止这些万圣总裁吕建业的大公子吕尘还想打断我的腿, 把我送进去呢? 现在他爹正在赶来的路上, 如果你再晚来一步, 恐怕就见不上我了。 我爸声音变得阴沉下来, 你别着急, 我这就过去。 挂断电话, 几名保安已经冲了上来, 他们手里拎着伸缩棍, 见到我后全都愣在原地没有动手。 我不卑不亢, 没有任何惧怕, 这一个月来, 我路过公司门口的时候, 总是会烧点零食和烟酒什么的收买他们, 为的就是这一刻让这些保安站在我这一边, 保安们早就跟我混熟了, 当他们冲到办公室的时候, 看到是我打吕尘, 一个个面面向去, 愣在原地, 不知如何是好。 保安队长满脸为难地走到我跟前, 压低声音说道, 小陈哥, 你把吕经理打了, 难道不知道他爹是万圣总裁吗? 要不这样, 等会咱们洋装打一架, 你趁机跑掉, 我就说没拦住你, 行不行? 兄弟, 不用这么麻烦, 吕尘不敢对我动手。 我对他摆摆手, 表示无所谓, 保安队长还想劝我, 却被一声怒喝打断, 来人正是吕尘父亲吕建业, 是谁打我儿子, 好大的胆子, 不知道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吗? 是我打的, 怎么, 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? 我皱眉望过去, 就见一位两边斑白的中年男人迈着嚣张的步伐朝我走来, 吕建业走起路来嚣张跋扈, 我心说怪不得吕尘是现在这个熊样子, 原来是得到了他爹的真传, 更可笑的是。 吕建业还舔着脸说自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, 呵呵, 你顶多算是职业经理人, 敢承认就好。 吕建业怒目盯着我, 年轻人还没过实习期就敢这么嚣张, 今天我就会让你知道知道, 冲动后的代价是多么的悲惨。 听到吕建业这话, 周围正在看热闹的同事们, 齐刷刷地向我投来了怜悯的目光, 我知道, 这一刻我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前途, 下半辈子蹲在耗子里的老改犯, 叮铃铃铃, 吕建业手机突然响起急促的铃声, 他慌忙接听, 点头哈腰道, 啊, 原来是贵公子, 我知道了, 我这就去处理这件事, 还不等吕建业挂断电话, 吕晨就鼻青脸肿地, 从地上爬起来, 指着我向他父亲告状, 爸, 就是这个小子打的我, 你赶紧派人过来把他腿打折, 再把他送进去啊, 我要让他下半辈子蹲在耗子里, 把牢底坐穿, 就在吕晨大呼小叫, 众人以为接下来的剧情会上演霸道总裁永旧儿子的戏马时, 却见吕建业抡圆了胳膊, 朝着吕晨脸上就甩了一巴掌, 没用的东西, 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惹的是谁, 啊, 吕晨被这一巴掌打懵了, 愣愣地盯着吕建业, 又傻傻地看了我一眼, 不服气道, 惹的是谁, 不就是个没背景, 没实力, 又是个吃软饭的实习生嘛, 他女朋友都被我搞到手了。 什么? 吕建业气得头脑发昏, 眼貌金星, 差点昏过去, 又抡圆了胳膊, 打了吕晨几巴掌, 并且怒吼道, 你个不孝子, 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, 以后你在外面愿意怎么惹事, 就怎么惹事, 别牵扯到我身上。 爸, 你为什么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啊? 他到底是谁? 我怎么就惹不得了? 吕晨哭丧着脸, 急得眼泪都出来了, 听闻动静的白欣然, 大不留心地走进来, 吕晨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 快不朝白欣然走过去, 苦苦哀求道, 白总, 我知道你是白家大小姐, 现在我被人打了, 你能不能帮我? 白欣然驻足, 冷目盯着吕晨被我打肿的肥脸, 淡淡地吐出一句话, 不能, 给我滚一边去, 你把我小辰哥的手, 如果碰坏了, 我还要拿你是问呢? 小辰哥, 吕晨喃喃自语, 彻底被这句话惊呆了, 我想,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 我跟白欣然是发小, 吕建叶见到白欣然回来, 立刻卑躬屈膝地上前打招呼, 白小姐, 您不是下班了吗? 白欣然看都没看他一眼, 竟只走到我跟前, 关切地抓起我右手, 仔仔细细检查起来, 小辰哥, 你手没受伤吧? 那猪头的肥脸皮糙肉厚的, 一看就不好打。 没事, 我宠溺地望着他, 微笑着摇了摇头, 这一刻, 我周围的同事们彻底傻眼了, 新来的白副总, 他们眼中高高在上的女王, 居然叫被他们排挤了将近一个月的实习生小辰哥, 我完全能够体会到, 他们此刻是什么心情, 徐子清愣在公卫上, 盯着这一幕说不出话来, 眼神中流露出惊讶的神色, 我爸妈带着几名保镖, 风风活活地赶了过来, 我妈见到我还得四肢健全后, 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, 她拉着我上上下下, 左左右右仔细检查了一遍, 小辰你没事就好, 刚才接到你电话, 都快把妈妈魂吓出来了, 白欣然笑嘻嘻地提醒我妈, 阿姨没事的, 我小辰哥从小习武, 一般人打不过他, 哼,还有你, 我妈趁怒地盯着白欣然, 都说了, 让你跟着你和伯伯去总公司, 非要跟着小辰胡闹, 万一刚才他们连你也, 嘻嘻, 放心吧阿姨, 小辰哥会保护我的, 我妈叹了口气, 没再说什么, 她知道我和白欣然都长大了, 有了自己的主见, 吕总, 我爸沉声质问吕建业, 我听说你在分公司嚣张跋扈, 任人为亲, 自己亲儿子都快成了万圣投资的土皇帝, 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呀, 普通, 吕建业跪在地上, 苦苦哀求我爸, 董, 董事长, 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, 吕晨已经不是我儿子了, 我刚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, 呵, 难道我得到的消息还能有错? 我爸面容阴冷, 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, 你不用解释了, 明天我要在办公桌上看到你的辞职报告。 随后吕建业父子就被保镖拖出了办公楼, 整个偌大的办公室内安静到落真可闻, 我转目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同事的脸, 大声说道, 你们也看到了, 吕建业和吕晨父子已经被开除, 他们父子这些年在公司蛮横霸道, 成了万圣投资的土皇帝, 你们的表现我也全部看在眼里, 但我相信都是吕建业父子带坏了公司风气, 不断地压榨你们, 才让大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从今天起, 我不要求你们加班, 只有休息好, 才能更认真的工作, 让这里变成一个有温暖的办公室, 而不是一座冰冷的监狱。 同事们面面向去, 紧接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, 我抬手压了压, 都下班吧, 连续加班一个月了, 都不容易。 谢谢何总, 同事们对我的不计前嫌感动到了, 一个个抹着眼泪拎着包飞奔向楼下, 只有徐子钦愣在原地, 呆呆地看了我十几秒钟, 才朝我快步走过来, 他笑容谄媚, 神态热情, 挽住我胳膊亲密问道, 何琛, 还不赶快向我介绍一下爸妈。 我冷漠地抽出手, 退到旁边, 与他保持好距离, 淡淡地回道, 麻烦你认清现实, 我们已经分手了, 谢谢。 何琛我们只是闹脾气, 什么时候分手了? 徐子钦急的都快哭出来了, 我拿出手机, 找到那段在洗手间拍摄的视频, 冷声问他, 不用我播放了吧, 你做的事我都知道, 之所以忍着霉爆发, 是我家教眼。 不是我窝囊, 说吧, 我转身离开, 留下满脸悲痛的徐子钦, 一个星期后, 我安排人把我在出租屋内的行李搬了出来, 万胜投资办公室内, 也终于恢复了点人气, 大家嬉笑打闹, 除了同事关系外, 又多了一份友情, 办公室内, 白欣然挽着我胳膊, 将脑袋靠在我肩膀上, 小辰哥, 我喜欢你很久了, 我们在一起吧。 啊, 我满脸错愕, 挠挠头, 我这是被求婚了。